嘿,你是不是经营品牌好一阵子 却总是觉得成效不如预期,不温不火 但是又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子的结果呢? 经营品牌像创业一样,它是一个复杂的体系 我们的确难以知道 究竟是你的定位不够精准 内容平台太过分散 还是销售文案,行销策略需要调整 因此我们推出了一套全新的服务 品牌见简 顾名思义就是针对你的个人品牌以及自媒体 为你做一个详尽的健康检查 找出你的经营缺口和盲点 帮助你对症下药 并且呢会提供你专属于你的客制化 见简报告书 分析结果并与你一起规划品牌接下来的 短中长期成长策略 这是一项全新的改版服务 在2024的7月1号到7月31号 我们将推出七五折的早鸟测试优惠 如果有兴趣报名申请请查看节目的资讯栏 欢迎收听走边茶水间照亮你 有钱有爱有意义的理想转瞬间 哈喽我是Zoe 你的生涯设计好闺蜜 感觉好久不见了呦 今天呢是非常非常突然的 我觉得来开个麦克风 跟你聊聊一下我最近的近况 跟近期其实也有蛮多的启发 那如果呢我的鼻音有点重 真是不好意思 我最近suffer蛮严重的过敏 就是我住的地方呢春暖花开 是一个很漂亮的事情 但是天空中弥漫着各式各样的花粉啊 蒲公英啊 所以天哪我整个花粉症大发作 一直流鼻水 but anyway 今天呢轻松聊 想要跟你分享我近期 其实在自己的生涯 然后自己的品牌 跟生活习惯 这些事情上面有一些小小的心得跟启发 所以呢就邀请你一起泡杯茶 我们就来聊聊天吧 首先呢我想要先跟你分享一下 我做一周工作四天的实验 的一些实验心得 蛮有意思的是 我好像从五月初 我就是突然之间觉得说 好就是从现在开始 我要严格的实施一周只工作四天的这件事情 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 所以我就真的开始实验了 那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真的是每一个礼拜五哦 我都特别特别不会去碰工作上面的事情 我可能会出去骑脚踏车 我可能会跟朋友出去吃午餐 然后下午就去湖边逛逛玩水 又或者是呢 我会做一些我自己想做 但是一直没有时间去做的事情 例如说整理家里 打扫房间 整理后院 修缮房子 这些呢 一直说要做 但就是一直被搁置 一直没有时间做的事情呢 就终于做下来 好好的把它完成 然后当然还有看书 我有一些周五的下午呢 就是会一整天就这样子泡在图书馆 或者是在咖啡厅 就看我想看的书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 其实这样的一个节奏 我个人非常之爱 很喜欢很喜欢 然后大约到了快五月底的时候 就真的很巧哦 我就跟我先生刚好都有一些露营的行程 很多时候呢 我们就一次是去三天或者是四天 那通常我就是会利用星期五 所以也许就是五六日我们就会出去了 因此就星期五也是真的没有都工作到 我不晓得 这是不是一个星期五不工作的side effect 还是是去露营的side effect 我发现呢 自从开始一周工作四天之后 我使用手机的次数 好像莫名的开始减少耶 那现在呢 我有两个理论嘛 第一个呢 是因为去露营 就露营嘛 所以你也没有网络 你也没有收讯 所以很多时候你手机就放着 你也索性就不用了 然后这几周刚好就是每一个礼拜 五六日五六日五六日都去露营 所以就蛮常有这样子的状况 然后第二个是呢 因为我想要星期五不工作 所以呢 其实我一到四工作是非常认真的 我是早上呢 就会预先排好 我今天要做些什么事情 然后事情基本上是一个接着一个 我休息的时间不再像是过去 可能会用番茄钟 做一点点 然后起来走走休息一下 没有 我现在呢 就是做 然后一路呢 可能从早上 然后到中午 然后中午我会有比较长的休息 我会慢慢的吃午餐 然后跟我先生去散步 所以大概有两个小时的时间 但是这个两个小时 完了之后呢 我就会又是一路狂奔 然后直到晚上工作完 又一样吃完晚餐出去散步或者是运动 也就是说呢 我就发现我一到四 有时间拿起我的手机无脑乱滑的机会蛮少的 因为我好像就很希望可以赶快在一到四就把星期五的分量都做完 所以我反倒一到四的工作是更加勤奋的 我曾经看过新闻说有一些欧洲的国家他们有实施这种一周工作四天的计划 然后也发现呢整体的劳工的效益是有提高的 那这件事情就我现在的感觉来说 我觉得真的有耶 所以现在我大概尝试了两个多月 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就继续的跟你update 但是呢 就是因为这个不用手机的这件事情 我就发现啊 我的心境上面有一些转变 也就是说呢 你想象一下我从五月初五月中旬 注意到我用手机尤其是滑social media的次数变少了 我一开始的那个心情其实是有一点点焦虑吗 有点复杂 就是觉得说 啊天哪 我怎么又忘记用手机了 我怎么又忘记po文了 我应该要在instagram上面持续更新我的reels 我应该要持续更新限动 或者是去用我的threads 或者是做些什么事情 然后我都没有 所以我是不是应该要写些什么 我是不是应该要打开来看 然后我一开始的时候也觉得 我是带着这样的心情 觉得啊好 那就来po一些文章 那就来写一些东西 现在回想会觉得 嗯 这到底是什么啊 这 这就是所谓的刷存在感吗 就是为什么我会给自己这样的压力 以及为什么我会有这种别扭的心情跟自己说 哎我是不是应该要写些什么 我是不是应该要打开我的IG来看一下 那到了中期 也就是六月初五月底的时候呢 我有一个发现 我就觉得说 其实我好像蛮享受不用手机的日子 尤其是不用social media的日子 就是承认吧 就是我开始承认 对我真的好像蛮喜欢不用手机的 所以我脑中的那个旁白 叫我去po一些文章 叫我应该要打开手机来看看 好像不是我的真实 好像不是我内心真正的渴望 它可能就是你头脑 也许我们会说小我 就是一个比较害怕 比较焦躁的那个生存的声音 所以我大概到了中期的时候 有一个感觉是 那个好像是生存声音 那个好像不是内在智慧的声音 就开始觉得 我好像可以分辨了耶 我好像大概知道 它们的差距差别在哪里 我现在如果要很没科学根据的 跟你分享它的差别是什么 就是我觉得大脑的声音 会让你紧张 大脑的声音 不见得是一个舒服的声音 它很多时候是自我怀疑的声音 这样做到底对不对 这样做到底好不好 所以当你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 身体是紧缩 而且我觉得是困惑的 这是我的状态 经常是很困惑的 内在的声音 我觉得它会有一种释放 会有一种 啊 坦然的感觉 就是真的耶 对啊 这就是我真的在想的事情 所以到了后期 我是蛮接纳这个领悟 我就觉得说 我好像真的开心很多 原来我真的对经营 social media 一点兴趣都没有 可是之前我好像有点 可能是不好意思承认这件事情吧 即便我一直都知道 我本人没有很常使用手机 但是完全没用 有的时候呢 一整天就是连IG 我最常使用的social media 都忘记打开 这点我倒觉得挺新鲜的 那我原本其实就担心说 不使用手机会不会断掉 跟受众啊 或者是跟市场的连结 我会不会很难知道 台湾在发生什么事情 我会不会没有办法连结到 现在自媒体圈的一些市场的走向啊 趋势啊等等 我会不会没有灵感 我会不会没有创作方向 可是呢 我赫然发现 我自己的创作欲 其实不断的在提升 尤其最近 不晓得为什么 我开始变得蛮想要拍一些 YouTube长片 那当我出现这个想法的时候呢 它又历经了一模一样的路径 就是从最一开始觉得说 啊不要啦 这个呢是超级违反市场走向的途径 现在不都流行15秒 6秒 短影音吗 我干嘛去拍一个二三十分钟的长片啊 这个明显就不是一个符合趋势的事情 所以一开始 OK不接受 不接受 然后到了中期呢 就突然之间觉得 为什么 好奇怪哦 为什么我还是会想 为什么 我还是想拍 到了后期 就就开始比较臣服吧 觉得我内心的声音 其实才是我最应该最应该follow的声音 因为你仔细想想看 不然那个内在的声音 究竟为什么存在啊 那个内在的声音不是头脑的声音哦 不是听到会让你焦虑困惑的声音 而是一种很笃定 而是一种很舒坦 很开怀的一种声音 我觉得它的存在 其实就是希望你听见 然后可以付诸行动 就是走出那个自己的路嘛 那什么叫做自己的路 就是你内在渴望的路 至少这是我现在的想法 所以拍长片的这件事情呢 让我觉得有点讶异 但是 嗯 我应该会这么做哦 所以仔细的来想想 我可以拍什么样的YouTube长片 我其实呢 有在我IG的小房间 就是那个broadcast的channel里面 问想要看我拍什么 蛮意外的是很多人说 想要看我拍一些美国文化日常的vlog 然后还有听众特别说 不用就是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不用拍什么知识型的影片 没关系 就是拍你的日常生活分享就好了 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说 天啊 我的日常生活可以分享些什么 但是呢 我也很期待可以听听看你的想法 如果我想要转赞 转赞YouTube的话 你会希望我拍或者是录制什么样的主题题材呢 希望你可以寄信或者是到Instagram上面跟我说说看你的想法 我现在真的蛮希望可以搭配我自己内心想要走的方向 看看能不能够建立出什么样的火花 那之所以特别在这边跟你分享这件事情 就是因为那个想要拍长片 那个想要创作的羊 其实已经养好一阵子了 所以我觉得或许也是一个我应该要好好honor的一件事情吧 看到了这些领悟之后啊 我又有另外一层不一样的领悟 就是关于成长这件事情 两三年前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刚好是走到了一个理想生活的常态 我很幸运 大约在28岁29岁左右 算是就达成了自己阶段性的理想生活 那也是因为我过去的梦就只有那么一个 我就是很希望可以打造一个不被地点限制的工作 所以我大概是在18、19岁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当时啊 这一个梦想对我来说是遥不可及的 我们是没有COVID 我们是没有远距工作存在的 所以我根本没有听过 根本不知道有自媒体有个人品牌 这个都在十年前是没有的 你可以想想吗 所以当时呢 我记得我自己就是有了这个梦想 可是那个梦想对我来说是非常 是一个不可能的梦想 在我25岁之前 我觉得我就有点到处乱晃 我就有点到处工作 我就是在探索 我就是在尝试 我不太知道我自己在干嘛 但是我很确定 我就是希望可以打造一个地点自由的事业 所以25岁之前有点像是在摸索 这究竟是什么 我究竟有什么技能 有什么样的工作可以支持我 达成这样子的一个理想 然后25岁之后呢 完完全全就是因为我非常幸运的创立了左边茶水间 而且在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乘着这一个趋势跟红利达成了理想生活 我离开了我的工作 我开始在家上班 我开始真正的远距 到现在我不知道耶 我没有进公司可能已经是六七年前的事情了 到我29岁左右的时候呢 我其实突然之间就觉得说 天哪我的梦想达成了 我35岁 我40岁的生活会长什么样子 我不知道我还想要什么耶 我下一个阶段的梦想是什么 那这个就回扣到我之前说 那很迷惘啊 然后开始接触生命教练 接触沉浮实验的那段历程嘛 但是在那段历程之前 除了很多生涯上面的一些不顺之外 我觉得最重要的重点是 我很迷惘 那个迷惘呢 它有不同的层次哦 第一个层次就是 一直觉得自己不应该迷惘 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吗 你会不会现在其实蛮迷惘 然后你不断的告诉自己 迷惘不应该 迷惘是不好的 迷惘是错的 也就是说呢 其实我达成了我的理想生活 然后我 你又说不满足吗 我觉得也不是不满足 可是我内心就是 我现在回头看是觉得我想要成长 我觉得我一直来都是一个 很热爱成长的人 而那个成长不见得是学新东西 虽然maybe有关联 但我觉得那个成长更多是一个 自我的一个self-emerging 是一个self-identity 改变 evolve 进化的那种成长 但是当时的我过着可以一边工作 一边旅游的生活嘛 所以我就不断的跟自己说 天哪你怎么这么忘恩负义呢 你怎么这么不知感恩 当你达成了你的理想生活之后 你就马上觉得你想要找下一个目标 你想要就是去新的地方 然后你对于你过去将近十年的努力打拼 怎么这么不珍惜 也这么不知足 所以我一开始就觉得说 对啊 我为什么不能就爱我现在的状态就好了 我花了那么多的力气才走到这的 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就是在这里待着 我就休息啊 我不用马上去想下一步的目标啊 就没事嘛 为什么就不能喜欢 你为什么就不能停下来呢 你为什么就不能在这里好好的待着呢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花蛮多时间待着的 那那个待着 其实就是在我现有的领域 去做一些调整 让我有点新鲜感 有点变化 所以我们在工作上面有调整 商业模式上有调整 团队的版图 找实习生 这些都有调整 那你也知道 后来就觉得 好像不是这个方向嘛 所以我就接触了成福实验 就觉得 这个 哇 这个方向好像才是真的那个 完全不一样 以及完全不同模式 不同层次的成长 那在那个阶段的我 我记得最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算是接纳了自己想改变 跟想成长的这件事情 然而我不断的被另外一个担忧给困扰 就是好啊 我现在知道我是一个热爱成长的人 我现在知道我达成了我二十几岁的梦想人生 那么我现在三十了 我要去寻找我四十岁的梦想人生 所以我到底要怎么找 那那个时候一头雾水 而且不断的被需要知道的这一个信念给绑住 好啊 你说你对于现况希望可以有所突破 那是突破成怎样呢 那你究竟是想要从哪个领域再去生根钻研 那你究竟想要做什么 如果是role model的话 他究竟是谁 就是这个地方呢 我是一片空白的 感觉说那自己好像必须要知道才能走下一步 啊不然我是想要怎样 我连我连我想要 我连我的憧憬都没有的话 要怎么走 我是要怎么计划呢 所以又有一段时间 这个是中期的时候吧 我就觉得自己不断的被困在说 我必须要知道我才能够开始起航 我才能够改变 我想要改变没错 可是我必须要知道我想要什么样的改变 然后我不断的告诉自己说 我必须要知道这一条路 他究竟会通往哪里 我才能走那条路 我才能踏出我的那个步伐 当我没有线索 我就一直卡在那 那当然又过了一段时间 我突然之间就有一种感觉是 我好像不必一定要知道我要去哪 我才能往前走 你只是想一下这句话 我们的人生其实大部分都是建筑在 知道要往哪走 所以朝那个方向前进 因此这条路你也大略的可以anticipate 他会带你走向哪 就是你大概知道走这条路会走向哪 所以你走在这条路上 不然你不会走在这条莫名其妙的路上 对吧 可是当时的我就是遇到了一个状况 我不知道我要走哪条路 因为我不知道我要走去哪 所以我就一直卡在那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选 但是后来臣服接受了这个想法之后 我突然之间就意识到 我不用指导啊 我走 我可以走 我脚可以抬起来啊 脚可以自在的抬起来的 慢慢走啊 那没事嘛 那走去哪就再说嘛 不然就再回来 真的是没有人把我绑在这个地方 然后把我的脚手脚捆绑住 没有必须要知道才能往前走 有的时候所谓的探索 其实就是不知道啊 不知道没关系 那就往前走 所以现阶段呢 我觉得回到 回到正题上面 我个人就开始真的是更多follow follow my heart 那现阶段那个follow my heart的声音是告诉我 也许可以少一点用手机的social media 但是还是有创作欲 所以可以持续用这样的形式录podcast跟你分享 或者呢 开始可以拍一些长片跟你分享 我的确有一种感觉是 接下来接续好像越来越明朗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好难去形容哦 但我还蛮开心 就是这段历程 有你的陪伴 我意识到自我 其实蛮纯粹的 它其实蛮像孩子一样 蛮纯真的 以我的例子来说 我觉得那个想要成长的心情 它 我现在仔细回想起来 是从小到大都没有变过的 所以我从小一直都是一个 会一直想新玩意儿 想新计划 然后给自己新project 然后去尝试新东西的人 那当然这些都是外在的尝试 可是我觉得当时 毕竟还小嘛 你也是多半利用外在的尝试 来去感受它为你的内在 带来了什么不同的变化 可是终极来说呢 我在追求的其实是那个内在的变化 我想要感受做不同事情 做新事情 认识不同人 听见新故事 了解新文化 之后的自己的内在的状态 有什么样的改变 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 非常迷人的一件事情 那也不知道出了社会的自己 是发生什么事情 为什么会回头来跟自己说 你不要这样子一直不知足 你不要这样子有了一件新的东西 之后又马上想要去试新东西 我觉得这一个说法 很像是长辈会对我说的话 这件事情我们之前好像讨论过 但是哇 真的不晓得为什么 我们好像就是潜移默化的 会开始用长辈对待我们的方式 来对待自己 即便小的时候的你 很讨厌被这样子对待的 但是没想到你长大之后 反倒是你自己会成为那一个 叫自己不要做 叫自己应该要怎么样 叫自己要follow社会的框架的那个人 不觉得真的很有意思吗 有另外一件事情呢 我也想要跟你分享 今年我们的节目就开始变成 一周双根嘛 星期三跟星期天 有新的节目上架 当时呢 其实我个人对于内容创作 就是一样我是充满斗志的 我们现在有好多好多的内容 而且来宾也录了好多集 应该要赶快消化一下 那这样的一个一周双根节奏 也大概超过三个月了 这三个月呢 我开始有点觉得说 其实一周双根真的挺累的 如果这件事情没有搭配上 我一周工作四天的计划 我一个礼拜有五天多可以工作 maybe还可以附和 可是就是因为我又加上了一周工作四天的这一个 很突如其来的政策 所以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又压缩再压缩 导致在生产线的那个感觉是做事的能力的确变强了 我包礼物的速度可以更快 我可以包得更漂亮 可是我的reward竟然是更多的工作 竟然是那个生产线输送带变得更快速 那你要说这个一周双根它是一个错误的决策吗 我觉得倒也不是 因为我是做的挺开心的 然后也不是真的负荷负荷完全不来 可是我近期就是觉得 希望可以在生活上面留更多的余韵 一周双根也试过了 因此预告一下 我蛮有可能在不久后的将来 再将左边茶水间盖回一周一根 偶尔我其实也有在想另外一个 令我害怕的挑战吧 就是不定期的根 我还不太确定哦 我在想到底要不要做这件事情 因为它对我来说挺恐怖的 又有一大堆心里面的质疑 就是啊天啊 那我节目的排名不就会一直下降吗 因为我更新的频率不固定 但是我应该要怎么办呢 我要给我自己更多的空间 我要follow my heart or继续做事业上的坚持 好困难哦 所以其实节目如果变成一个月两根 就是every other week 也是可以的 我就是有一点点觉得说 我又想要拍YouTube影片 然后这边又要兼顾 然后再加上 我忘记我有没有跟你讲到一个新的事情 是其实我从去年年底开始在美国当地这边接一些顾问案 所以除了我自己的品牌 等于说我自己也有其他的副业 还是说左边茶水间可以持续固定一周一根 或者是两周一根 然后加上YouTube那边不定期的更新呢 我觉得这个是现在我心里面在想的 但是确实实际状况到底会怎么做 我还是觉得我心里的那个声音是我最相信的指南针 我觉得他不会骗我 我觉得他也不会害我 我不能说他是一个商业决策上面最对最正确的选择 我不能说他能够为我赚大钱 然后给我更好的品牌知名度或者是能见度 但是我一直觉得这个是做起来最对的 我们经常称之为fulfillment的感觉 好像就是自己走在一条对的路上的感觉吧 那我今天的内容就先分享到这边啦 不晓得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启发或者是心得呢 如果有的话我希望你可以到Apple Podcast 为这个节目留下五星评价 然后留言给我 在留言的时候呢 记得告诉我你在听的是这一集 我现在呢也来阅读一位听众的留言 他叫做Wei Chan 然后他写说 好好休息很重要 祝福也期待新的你 谢谢你无私的奉献知识和正能量 也谢谢Anita 休息真的蛮重要的 我觉得现在这种把步调放慢 找回自己步调的一种坚持以及做法 我个人非常喜欢耶 我也不知道长远来说他会变得怎么样 但是就现阶段来讲 我一直觉得这很健康 就是有一种 哇对啊 这才是人活着应该有的样子的感觉 分享给你啦 那也别忘了 记得按下订阅键 订阅这个节目 并且把它分享给身边 你认为会有需要或者是重要的人 别忘了 你的人生可以 有钱 有爱 有意义 你是你人生的负责人 你有权利 也有能力 去过你 真正热爱的人生 我们下次见啰 有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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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赞